唐三为了让浩天锤获得第五个魂环 采取了残忍的手段 他在小五的老家吸收了邪神虎的魂环后 继续在星斗森林寻找浩天锤的第五个魂环 这是因为唐三在嘉陵关战场 被98级的金额斗罗打败后深感无力 他知道自己93级的魂力无法与98级的金额相比 即使他使用海参三叉戟这种神器 魂力消耗方面也无法改善 在搜索中 唐三发现了一只五万年级别的魂兽 散发着与邪虎相当的气息 这是一只人面珠黄与唐三有不解之仇 唐三绝对于将其击败 并利用其作为浩天锤的第五个魂环 尽管人面珠黄只有五万年修为 但实力比暗魔邪神更为恐怖 唐三杀意外露 人面珠黄察觉到了威胁立即逃跑 但唐三中就追上并消灭了他 唐三对于人面珠黄和地穴珠黄怀有深仇大恨 因为当初他们的阻挠导致小五陷阱 唐三对他们展开了毫不留情的屠杀 没想到还有一只路网之鱼 如今也被唐三带到 人面珠黄成为了唐三追逐的又一个目标 唐三对于这个魂环可谓是抑郁得道 他毫不畏惧地追逐着人面珠黄 而后者则在疯狂逃窜的同时 向身后喷吐蛛丝以减缓唐三的速度 唐三并未被人面珠黄的攻击拖慢 而是利用蓝银黄右腿骨在空中穿梭朝着人面珠黄追去 从而避免了被地面的珠丝缠绕的困扰 唐三的飞行技能不断消耗他的魂力 但为了尽快解决人面珠黄 他祭出了蓝银霸黄枪 由于唐三的蓝银草第五魂环境化为十万年级别 蓝银霸黄枪也随之升级为了蓝银霸黄枪 其单点凝聚的攻击威力足以让人面珠黄无法抵挡 在八猪毛的吞噬下 唐三的外富魂骨进化为了堪比天使神装的海神八亿 让他已然踏入了神智境界 此外 他的魂力也提升到了95级 人面魔珠一族给了唐三太多的惊喜 没有他们 唐三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尽管唐三曾经遭受过人面魔珠的伤害 但他并没有报复 反而帮助他们 最终将人面魔珠一族全部消灭 这种做法令人惊叹 你怎么看待这一点呢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